一首粉紅色的《玻璃心》 以幽默手法隱喻中共小粉紅四處出征 短短一個月點擊量突破3000萬人次 這是今年10月 黃明志在YouTube上架的新作品 這首作品也收錄在黃明志的最新專輯《鬼才做音樂》中 最近黃明志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 暢談自己堅持音樂自由路的新路歷程 演唱者跟聽眾之間的一個互動 那一些人聽了覺得它是一首情歌 那一些人聽了可能覺得不舒服 那我覺得它意義在於可能很多海外的華人 或者是不住在中國的中國人吧 然後甚至翻牆的中國人都好 他們來看這首歌 就讓更多這些族群的人注意到這首歌 《玻璃心》洪遍網絡卻遭到中共封殺 黃明志對此毫不在意 他說 好聽有趣的東西 觀眾自然會分享 而創作自由是音樂人自己應該去捍衛的 歌曲就像一座橋樑能連接不同族群 在黃明志心中沒有不能討論的事情 他會之所以會敏感 就代表他應該要被討論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的責任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把透過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各種 各種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我覺得是沒有錯的 《玻璃心》中一句 要我跪下去Sorry 我不可以 也唱出了黃明志捍衛音樂自由的決心 而現實中黃明志證明了 站著也可以把錢賺了 《鬼才做音樂》是黃明志從2010年以來發行的第九張專輯 黃明志說 這是最為貼緊他自我想法的一張專輯 當中一共收錄15首新曲 除了《玻璃心》 讓不少網友聽完會心一笑 該專輯收錄的另一首單曲《牆外》 則以溫情攻勢 感動許多受到中共網絡管制 身處牆內的中國網民 除了知道國多部電影 黃明志也曾多次入圍金曲獎 他為主導電影《你是豬》 製作歌曲《Happy Family》 入圍第57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多年的創作和演唱生涯 黃明志取風多變 而眾多的頭銜中 他最喜歡的則是創作人 和別人不同 他的創作過程總是心中先有MV 才有歌 故事在心中走過 有了畫面 再來配樂 多元文化匯聚的馬來西亞以及臺灣這第二個家 都是黃明志的靈感養分 黃明志強調 每個人都應該去關心周遭事務 不論政治還是不公不義之事 都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都應該是眾人之事 由於敢於突破政治禁忌 黃明志惹上不少官司 父母雖然很擔心 但從未阻止過黃明志做任何事情 這也成為她的最大支持 2020年黃明志獲得馬來西亞國際青年商會 頒發的十大傑出青年獎